我們來看看在AE裡面這個變形工具他怎麼做 那我剛有提到其實最早的工具是在這裡出現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我們在 學校數位學平台已經有這個教材了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就是在毛毛草這裡 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來你看 打開之後其實他 就像這樣 這裡有用到我們AE裡面的3D塗層的概念 所以你看起來他好像立體的 實際上他本來就只有一隻蟲而已 就是這一隻 那這個 這一隻呢是已經去備好了 有沒有 所以我只要想辦法讓這個蟲會動就可以了 那在AE裡面呢 人家開宗名義 就把這個工具有沒有釘在這裡 符丁就在這邊可是重點是 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工具比我們Photoshop以老推的有沒有更多 多很多 多的這三種 多的這三種 不只啦四種 那 老實說 後面像這個 這兩個 還有這一個 這三種其實是後來增加 也就是應該是在2020左右吧 2019的時候增加出來 所以 舊版本 是沒有這個工具 但是都很雷同 都很雷同 所以呢 各位 你可以進到我們的教材裡面 有那個學習重點 點進去 點進去 Photoshop以老推的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就不用再講 往下走 在這邊 我這邊呢有幫你標示一下 就是用不同的色塊 告訴你 這五個工具 這五個工具 原則上 第一個工具 就是大家 最熟悉的 就是釘下去釘下去就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隻蟲蟲 怎麼樣可以活過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自己開個新的 合成 你看我在這邊開個新的合成 那 可以把毛毛蟲 這一隻 丟進來 好我等各位一下 好不好 那毛毛蟲的話呢 他怎麼動 不一定對不對 因為不同的蟲 動的方式不一樣 今天如果是你不熟知的 你怎麼釘都沒關係 因為 大家都沒看過 可是像人啊 像我們剛剛那個 螳螂啊 你都知道其實他的動態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要 用 比較嚴格的標準來看 因為呢 你用的 下的節點不一樣 他得到成果 怪怪的 你就會覺得 這個好像有問題 這樣 知道嗎 好 來那我們來看喔 既然這個圖釘 我已經選到他了 有沒有 我已經選到這個圖釘了 所以我現在 就可以來釘釘看了 我把它釘一下 那怎麼釘會比較好 一樣啊 假設我的 處需要動 我就可以在這邊 釘一下 有沒有 然後呢 在這裡 釘一下 在頭釘一下 如果你覺得他眼睛需要凸出來 你也可以在這裡釘一下 好 那我前面釘住 後面都沒有的話 其實後面尾巴也會動 我們先試看看 你看我釘下去之後這裡 有沒有這樣可以動的 可是後面會不會翹一下 因為後面沒有釘住 那我如果動眼睛 馬丟 可是後面也會跟著動 頭我抬起來 後面會整隻都抬起來 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釘住 那如果你要很 細的 你就可以一節一節的把它釘住 因為他剛好每一節每一節 像這樣子啊這個錯了沒關係 你可以還原或者在這個地方點到之後按Delete 都可以 你看我這樣點點點 好如果你要很認真的每一節都有 可以 那我現在如果頭要抬起來就按出去的 跟我們剛剛的操作方式都一樣 好壓起來 出出去 可以 這樣可以嗎 呵呵呵 好那如果你只想要觸續動就點他 我先點平的白 點他 點他 觸續動一下 這樣太多 那我就只點 上面這一個 這樣動 這樣動 那我們在A裡面 有少數的 工具 或者說濾氣 他是不需要開關鍵壹格 他本身就是動化 也就是他預設馬扁就把你開 那麼圖釘工具就是其中一個 你看一下 在這裡 我雖然 看起來是用一個工具 去編 把圖釘加進去 可是呢你會發現喔 他增加了一個特效 有沒有 有點像我們剛剛在Photoshop一樣 多了一個濾鏡 那我把這個 打開 再把這個Match打開 再把這個Defone打開 各位 我剛剛總共釘的19針 有沒有看到 我每釘一個 他就會多一個 每釘一個他就多一個 而且呢 這每一個釘子裡面 你有沒有注意到 馬表都自動打開了 這個馬表已經打開了 所以說其實我只要移動時間走 我只要移動時間走 一開始是剛剛那個姿勢嘛 然後勒 在這邊我想要讓他頭先抬起來 我就把這幾顆 選起來 先讓他頭抬起來 好 在這裡 好那我再往後退喔 再往後退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關鍵給我加進去了 對不對 那我希望他再往前 出來 好 然後呢我希望現在只有 處區動 你就 不要選到全部 我只有點到處區 好處區再 起來一下 眼睛 出來一下 這樣你的動畫就完成了 你看 有沒有他就照著你剛剛的動作做 那你今天這些關鍵影格不要的時候我會拿掉 當然可以啊 因為既然他都是關鍵影格我可以個別的去做調整 不過你要留意一下 因為我這裡沒有展開 所以 當他的關鍵影格是這種小小圓圓的 很抱歉你在這裡是沒辦法編輯他喔 你必須要把這個地方 這裡你看我把它展開 有沒有這樣才是我們標準的菱形 這裡你才可以去編輯他 這樣有沒有了解 這裡你展開 所以你看到小的這個圓圓的只代表說這裡有一個關鍵影格 但是你要編輯他的時候請你要把它展開來 把它展開來這樣子你才可以編輯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比如說我覺得最後這個有點慘 那我就不要 用這個眼睛你點到他喔這個是這個的所以我就把這個拿掉 這樣就要恢復原狀了 這樣就只有做剛剛前面那幾個 那如果你希望他在後面手這裡手這裡 那你就看啊 你在後面這裡 這裡 這裡 你要往前 往後 有沒有 這裡可以這樣動 你可以像這樣子去移動他 那 這樣就可以一個一個動畫慢慢的把它做 好所以 這個是我們用這樣Copy Tool可以做的工具 其實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事實上 Adobe在這裡有一個叫Copy的Animator 這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 針對 這個工具 把它發展成另外一個軟體 專門做二D動畫 那 這個你可以在Photoshop 把 人物完成 喔 因為他就是像這樣一個一個 比如說你看我找一個進來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你的攝影機 你看在這裡 攝影機在這裡有沒有 我在動他你在動有沒有 啊 啊 這樣了解嗎 其實我們現在那個Line裡面有類似這樣的虛擬人物 那你可以必用 攝影機去做動畫 所以我如果按下錄影 燈 他現在在錄影喔 啊 但是他 手部 就是身體的部分不會抓到 就是大概肩膀以上 好 你看 停 撥放一下 喔 但是他 連聲音之外 就是身體的部分不會抓到 所以就是大概肩膀以上 好 這樣了解了 所以他 這一套呢就是 拿來給你做所謂的這種 人物的動作 那你看我回到他的這個操作裡面 他就是針對 這裡 有沒有 你的 手你的轉換 去做設定 那這裡其實跟Photoshop的塗層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編輯一下 你也可以在 Photoshop裡面把這個 錄的分開分好 然後你定義好之後就可以利用 剛剛這個 這個 錄製的工具 去編輯 這樣了解 你看他的手 如果你有做多個動作 還有抓老鼠的有看到嗎 這樣以為 手有不同的 這個姿勢 當然你如果有需要你可以自己拉起來 只是說這邊就跟我們剛剛操我工具一樣 他這裡 因為 這裡沒有動作捕捉的 好就是我們 透過網路攝影機只要 捕捉那個臉部的動作這樣子 這樣OK 所以虛擬人物 也可以用這樣做完之後他就是一個動畫 好不好 所以 給各位稍微了解一下我們在A裡面也可以這樣吧 也可以這樣玩那這樣的話呢 你可以做的東西就比較多啊 所以 做動畫 可以很單純的 也可以像我們剛剛在Photoshop啦 以達水的 透過所謂的操控彎曲 你一張一張做 也沒有說不行 好但是呢如果你要做的比較 多一點的 我們透過 A裡面這樣的工具 Puppet Tool 操控彎曲的工具 你就可以做更多 這樣了解 給各位一點時間先試一下好不好 你會感覺起來今天大家 動手做的沒有很多 你Photoshop 這兩個 軟體 的這個工具 你至少應該要會吧 對不對 A這邊的話我們下禮拜就是留時間給大家做 因為呢 我們 另外一個作業 就是要各位做 這個 利用這個 操控彎曲 你來做動畫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很好玩的工具 這也是 一減一無 沒哪減小 學會了 不小心 三個軟體就一起學會了 這樣了解 好來剩下的時間給各位先玩一玩 讓我們 Ein